直排輪 Yeah 歡迎來到小金的輪滑宙式 直排輪是一項全身性的運動 它可以訓練大朋友以及小朋友全身的平衡 以及大腦腦部的發展 以及身體的協調性 同時也是一項很好的有氧運動喔 而今天要帶給大家就是 入門的直排輪教學 如果你是完全沒有接觸過直排輪 或是你想要開始嘗試直排輪這項運動的 絕對不能錯過這集影片 那今天會分成幾個步驟教給大家 一開始我們會教大家如何正確的挑選 直排輪 直排輪需不需要煞車器 小朋友的腳如果長大了 該如何最經濟實惠的更換直排輪呢 第二個步驟呢 我們會教大家如何正確的跌倒起力 以及正確的跌倒方式 第三個步驟呢 我們會教大家如何原地練習直排輪的抬腳 第四個步驟呢 我們會教大家如何正確的滑行 以及一些輔助的訓練 直排輪運動中 直排輪鞋應該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它會影響你學習的效率 以及學習的安全性 那我們就來講解一下如何正確的挑選一雙直排輪鞋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雙鞋子上 這個呢是它的鞋殼 鞋殼部分一定要夠硬 它不能輕易的被扭動 它能這樣能確保你在滑行中高速下 保持你腳的安全 那這個部分是它的內襯 內襯的厚度呢一定要夠 如果太薄了也會讓腳踝不舒服 進而影響不必要的受傷 那這個是它的輪子 輪子呢我們一定要滑順 它的續滑性一定要夠好 它真的在學習中呢 它可以讓你踩下去 就有足夠的滑行 這樣的學習效率也是比較好的喔 那底座 這個是它的底座的部分 它一定也是要有一定的鋼性 而不是一片塑膠 這樣很容易在溜溜中斷掉 會造成小朋友以及大朋友的危險性 那我們在挑選直排輪的時候呢 還有一項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它整個鞋身的支撐性 當它在做壓刃動作的時候呢 它可以很好的撐住你整個身體的重量 不然呢可能會因此腳踝的受傷 或是無法做出你該想要的動作 你要感覺到它在做左邊右邊的壓刃的時候呢 輪子跟鞋身都是很正常的角度 再做支撐 你可以做一下左右的測試 看你的直排輪鞋 是不是能撐住你整個身體 那這邊是我們的八扣 我們在穿這個鞋帶的部分呢 一定要把它穿到緊 但也不用到完全勒緊 但有一個很簡單的測試方式呢 就是你穿緊之後你的手指 是無法戳進去這個八扣裡面 如果可以很輕易的戳進去 或是你的鞋舌一壓 就戳進去的話 那就是太鬆了 很多部分的小朋友呢 都會沒有把這個部分給穿緊 那就會大大影響學習的效率 也會增加受傷的風險喔 如果你是這種綁鞋帶的鞋子的話 也記得一定要把每一條鞋帶都拉到最緊 這樣才能確實的支撐住你的鞋子 那八扣的部分呢 它要先把它扣進去 然後一樣要把它拉到最緊 中間測試的方法就是 中間不能有任何的空隙 一定要再把它壓到最緊 這個時候呢 腳可以往下縮一點點 確實它拉是穿到完全沒有空間 那上方的部分 一樣是把它拉到最緊 這個部分呢 很多小朋友也是會遺漏這個地方 他沒有把它扣到最裡面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來講解一下 指牌有哪一些護具 那首先呢 是我們的護膝 護膝呢是最大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上方這個地方 就是比較小這個部分 所以靠近我們身體上方 那下面這個部分 比較大的這一塊 它是靠近我們直排輪鞋的部分 所以位置呢 穿戴的時候記得要穿對 那它的魔鬼簪在拉扯的時候 記得不要太大力 讓它容易久了容易鬆脫 那殼的部分呢 也要確保它是完整的 所有的殼地方是完全不能有龜裂 或是脫路 這樣會影響小朋友在跌倒時候的安全性 那第二個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護肘 護肘呢 很簡單跟護膝差不多的 這個是它的上方 這是它的下方 那你要確實的穿戴在你手肘的關節部分 我們不要讓它去滑動 那有時候呢 我們的這個可能比較鬆脫了 或是鬆弱了 建議可以用交叉式的平方 比較不會鬆弱 或是呢你可以直接替換一個護肘 來增加直排輪運動時的安全性 第三個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護手 護手在穿戴的時候呢 可能許多學員會比較有疑問 那現在我們請我們的教練 來示範一下護手的穿法 護手呢 它下方會有一個硬殼 這個硬殼呢 必須在你手掌的正下方 那那個穿洞呢 是穿過大拇指 那手掌就在硬殼的正上方 然後把整個護手 繞起來 確實穿緊 穿好之後呢 可以動動看 你的護手 是不是 固定住了 不會鬆脫 那再進行下一個步驟 那護手呢 我們通常會留到最後穿 因為你還要穿戴其他的穿 護具以及鞋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安全帽的部分 安全帽的部分呢 這個是我們俗稱的梅花帽 那有些會用單車的帽子 或是競速帽 這都是沒有問題 那梅花帽的部分呢 這個孔呢 它是透氣用的 它的裡面呢 是一個海綿墊 做一個防衝的 那如果我們在直排運動中 比較會流汗的話 建議可以戴一個頭巾 那它這個部分都是可以伸縮可調適的 那可以依照小朋友的頭型大小去調整 在護具選購的方面呢 它都有不同的尺寸 那小朋友記得依照自己的size 去做挑選 接下來我們要教直排文 如何正確的起立 首先呢 我們現在進行雙膝跪姿 然後我們把一隻腳抬起來 這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它輪子的方向必須是踩正的 不可以左右歪斜 踩正之後呢 雙手伏膝 身體重心往前壓 雙手一撐腳一踩 用力的把自己撐起來 這時候呢 我們要踩一個 英文V字母的形狀 也可以稱它為夜的形狀 一個夜的形狀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雙手一直撐著膝蓋 等待穩固之後呢 身體轉起來 雙手打開 那我們介紹另外一種起立方式 如果你現在是整個做事的在地上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起身 但我們先把身體轉身過來 然後雙膝跪姿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直排輪的站立方式 因為呢 我們直排輪的運行方向是前後滑行的 所以一曲這個軌跡呢 我們要在比較有支撐力 還有抓地力的站立方式 所以呢 我們會把腳 所以我們呢 通常會把腳型 踩成一個 英文字母V的形狀 然後呢 把腳跟頸頸的夾住 我們維持住這個形狀呢 是最有抓地力 支撐力的位置 所以我們 對於初學者來說 不管在什麼情況呢 能維持這個 V字型的站立姿勢 是最好的 接下來呢 我們要練習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這個動作呢 可以幫助我們習慣 在溜直排輪的這個動作模式 所以在原地這個動作呢 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呢 我們必須先 將雙腳往上抬高 膝蓋上提 左右腳交換 在原地練習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盡量將速度放慢 到真正在往前滑的時候 可以再將速度交換的頻率提升一點點 那我們每次在下腳的時候呢 必須將腳放回V字型 以習慣穩固這個動作 那如果你是比較小的小朋友呢 建議你可以在下腳的時候 將踩踏的力量加大 可以讓小朋友更有力去 去執行踏腳這個動作 那我們在做原地踏步練習的時候呢 重型都必須維持在雙腳中間 而且輪子必須踩正 很多小朋友呢 在踩踏的時候呢 雙腳是開開的 而且是維持內刃 這樣子呢 就不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動作模式 記得不要去做一個跨步的動作 因為這是直排輪 你只要將膝蓋上台 然後呢 重心往前 維持住V字型 雙手放前 他就會自動的往前滑行了 當你越來越熟練之後呢 開始滑行了 我們會再做一個踩山滑一的練習 這就是踩三步滑一步 不要讓你的速度提升的太快 同時又能練習你的滑行感 好 那我們一起來做 預備 一 二 三 四 滑 好 當你速度沒有了 再踩一次 一 二 三 四 再一次 一 二 三 四 那我們可以做一些滑行的練習 就是真正開始進入溜直排輪的階段啦 像呢 我們現在呢 就擺了三個 四異物 我們要從第一個 流到最後一個 你可以EZ的情況調整這個滑行的距離 那我們等一下呢 先做抬腳 抬腳抬腳 做加速之後呢 從第一個開始十一滑行 滑到最後一個 好 然後呢 你可以不斷的重複做這個練習 將你的滑行越來越熟練 那同時不要忘記 將前面的抬腳速度提升喔 所以我們這邊呢 提供幾個輔助練習給大家 一開始你可以找一個東西 扶著欄杆 或是扶著牆壁 去做抬腳的動作 同時呢 我們也能站在一些 像是草地 土路 一些止滑性比較強的地面上 做抬腳的動作 同時我們也能用束帶這個工具 先將輪子的中間 做綁起來的動作 讓它中間不要這麼滑 它可以減低它的滑行 更能幫助我們在踏腳之後更穩定 那等有一定的腳力 跟一定的平衡感之後 再將這個束帶拆掉就可以了喔 關於紙盤 需不需要到煞車器呢 我們教練呢 大部分是不會使用煞車器的 因為煞車器在煞車時的效果 相當有限 有時候呢 能停下來的距離 還會拉得非常長 我們大部分呢 是使用輪子的摩擦力 去做煞車 這樣能更有效的 馬上把我們的速度降下來 而且在煞車器的使用上呢 之後會有一些進階的動作 在比如說翹輪 或是說在旋轉 在往後壓的時候呢 很容易煞車器會撞到 會影響到我們 在學習新動作 或是進階動作上面的 學習效果 所以我們建議呢 都是不要使用煞車器 或是將它拆除 比較小的小朋友呢 在學習紙盤的時候呢 會遇到一個腳長大的問題 那腳長大之後呢 他們的紙盤就 穿不下 那這時候呢 家長需要再重買一雙 就會讓許多家長產生一些顧慮 這邊呢 我給出了一些建議 房間呢 有一些是伸縮鞋 那伸縮鞋呢 它在 它可以調大範圍其實相當有限 而且有一些伸縮鞋的 它的支撐性 也許沒有這麼好 也會影響到 小朋友在 安全上 會有一些顧慮 那我這邊的建議呢 都是使用這種 一體成型式的鞋子 也不太需要重新再買一雙新的鞋子 一體成型的鞋呢 它有幾個好處 一個是它的 支撐性 好 第二個呢 是它 可以在上面這個鞋殼的部分呢 它可以整個 直接做替換 那它可以直接把腳的 長度 還有這整個鞋殼長度加大 你不需要再重新買一雙鞋 這個是許多家長可以直接考慮的地方喔 通過這支影片 有沒有更了解直排輪這項運動呢 我們現在已經會直排輪的滑行了 下次要教大家如何證券剎車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留言在下方讓我知道 也祝福各位盡情的享受吃飯這項好玩又刺激的運動 那我們下次見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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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